根据北京朝阳区法院知识产权公众号朝阳资产发布的消息, 上海一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一海气负爱豆事迹。 蔡徐坤及工作室招航信用卡中心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上次安排蔡徐坤与招航信用卡中心合作, 侵犯其专属经济权购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索赔500万元目前法院已收离此案。 在此案中的角色关系中上海一海魏蔡徐坤前经纪公司, 双方曾因为合约纠纷队不公堂刚结束了一轮漫长的速战。